這什麼東西啊 那個啊 一根一根西瓜 水果啦 水果這樣賣耶 有沒有看到水果這樣賣 一支一支這樣賣 所以那個是花蜜瓜 有去 有去有去 我就想說 這邊霧霾那麼嚴重 然後水果擦這樣賣 有點不太那個 不太對 不太對勁 這什麼 新西巷 這是網紅打卡的整理嗎 他寫的 他自己寫的 幫你 你要假掰一下嗎 你要假掰一下嗎 你要用那個網美的那個 樣子啊 你要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好假掰喔 好啦 直接幫我聊吧 好繼續 這還弄得還蠻漂亮的 可是店倒是沒幾家 這裡啊 這什麼 哇 哇 生蠔生蠔 整整十個只要三十塊錢喔 吃飽了 長心涼粉 吃飽了 餐心涼粉 吃飽了 看 吃飽了 這裏有差別 吵飽了 烤腦 豬腦阿 你敢吃烤豬腦嗎 這裡 菜 烤豬腦 哪裡 土調 川 根材 就找甚麼 到時候會買給你吃 吃趴冰粉 哇 高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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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是通訊啊 嘿嘿嘿 烤五花肉 啊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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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泰上老君 喔 還有喔 欸 蠻長的耶 啊 怎麼都是這個 喔喔喔 騰雲駕駱 這什麼 串串 知道嗎 柴兒 這什麼 串串 有的 有的 彈上我 別等了 別等了 承受在愛 只會變挺重的 住著你的房間的婚禁 這邊通過是哪 我今天在外面 都照一圈 好啦 那你逛完那個 成都的夜市有什麼感覺 他們的夜市其實還蠻文青的 蠻怎樣 文青的啊 就是 為了拍照而做的夜市 有一些 可能為了吸引一些人過去去拍照吧 所以他們把裡面的那個環境布置的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些可以 網紅拍攝的牆面啊 或什麼的布置過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還蠻 就是 他就自己都寫說自己是網紅打卡熱點耶 就是專門設計給網紅打卡用的一條夜市這樣 還蠻有趣的 跟我們那個台灣夜市其實差蠻多的 他這樣其實還算蠻舒適的 只是攤位沒幾家啦 他等於就是說把 可能是 透過小巷子的改造之類的吧 然後就是一間一間都是不同的攤位這樣子 感覺上也蠻整齊的啦 對啊 我都說過了 我都說過了